好,歡迎收看今晚的動漫無雙人,我是主持雪凌 又有懷疑,贏者 我們就講完魔法四天王和藍梁之後 之後就有兩個人要講的 接下來都是集中討論童人這個角色 第一個童人當然是為人所知的童人 即是十八童人? 方丈很小器的 第一個童人,沒錯 這是很小器的童人 第一個要講的童人就是刀劍神脈的童人 二季最主要分開三篇 就是幽靈子彈篇 聖劍篇,聖劍篇,聖劍篇,聖劍篇 聖劍篇,聖劍篇 聖劍篇,夜人者所說 會知道一件事,就是他原作 聖劍篇分成前半和後半 前半是在幽靈子彈發生之前 之後就像他現在動畫版一樣 就是在幽靈子彈和聖劍泳唱的中間 即是動畫版沒有做到前篇 沒有做到前面 二季一開始就是講這個 在童人他們終於打敗了這個茅場 獲得回到現實世界的權利 回到現實世界之後 童人就為了錢 為了生計 每個人都要 賺到錢給你 真是為錢 老實說,那位公務員跟他說的時候 童人也跟他說 我為何要幫你 為何要幫你,我提供情報 然後他也是用利誘的方式 而領導童人就說OK 一聽完這句就好像我們在一些搞笑的動畫裡面 就是什麼呢 一看完錢之後 他跟我說 為了世界的和平 網路世界的安全 我願意再冒險 去進入這個危險的虛擬世界 二世殺博樂 救世主要靠你了 的確是 我們之前的新聞也講過 作為一個公務員 有的是成本資金 跟別人過到這個GGO的世界 他是什麼 他是一元都沒有 你是很難相信 究竟這傢伙是想害他 還是什麼 你邀請我去新遊戲 你給我一些軍資金 他一元都沒有 他不是只有基本裝備嗎 一元都沒有 他這個世界 小廚 他也是用回 當你由那個帳戶的角色 A遊戲 轉去B遊戲 就會把你所有的東西 都移除了角色的 類似之類的東西 他就會照你的能力點數 去幫你調節 當然我們上次 我們都講過 這些東西 不知道要怎麼調 他喜歡怎麼調 他喜歡怎麼調 沒問題 我當時最大的疑惑 都是那句 錢你又不給我 來到之後 因為同仁還要什麼 他一開始就說 我要查出這個死槍的事件 然後說 查出死槍事件最快的方法 因為他們已經得出了結論 他們全部都會參加 GGO的世界大賽的 配合 然後你要參加這個大賽 這兩個人 都是有點惡懼的 那兩個人 公務員家同樣 公務員家同樣 這兩個人 你知道 政府最近在守緊 我也沒辦法 你自己選擇 你自己選擇 你高手 他有講過一個概念 就是說這個遊戲 是特別一點的 金錢系統 跟現實的金錢系統 他如果說這個金錢 就有死硬了 重點 那句 雖然是交的 這個遊戲 是美國的營運 我們在這邊也猜不到 不關事的營運 我告訴你 宇宙人營運 所以你還沒做好我 我給你的任務的時候 我沒理由給你 是不是 你現在是為了完成任務 當然啦 因為沒有資金的原因 你可以解讀為 這件事件 他上層都不相信 剛好自己打機死了 你這樣來騙我一班 我這裡也算了 錢這個問題 其實就是說 你不知道你政府這段時間很守緊 還是你心敲的事情 但是 基本的情報工作 兩個人都沒有做好 首先 公務員那位 是沒有跟他說過 GGO的世界裡的任何事情 老實說 你要去這裏查我 at least 給我最基本的資料 就是我不介意你 只是給他買遊戲 那本遊戲說明書 然後說 你回去看了他 你回去跑去才進去遊戲 公務員不專業嗎 同人作為一個 所謂職業玩家 他也是一個非常不專業的人 他高端玩家 沒有說是職業的 進去遊戲裡面之後 其實他就說 我來做什麼 你其實 不可以帶這些東西進去嗎 不是喔 這遊戲裡面有新人 你明白 然後他是想著一天到遊戲裡面 問那個人 喂 其實這遊戲怎麼玩的 應該是新手教學的 有沒有新手教學 我覺得 他角色創造了 未必有的 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都其次了 你如果跟別人 只能夠有一件事 你這樣說是成為什麼 跟別人知道他創出來的角色 必定是很像女的 那 你明白吧 如果打網絡遊戲 就是 只要你扮女 在早期的網絡遊戲裡面 蜂擁有一大群人 說 喂 不懂得玩嗎 我教你啊 沒有錢 你懂得說早期 那你要這個前置條件 就是 跟別人知道他創出來的角色 必定是很像女人 才能夠成立的 但是很顯然 我們在動畫裡面看到的 亦都在原作裡面看到的 他這個角色 這麼像女人的造型 是隨機玩出來的 那就是說 這傢伙 他純粹進來 想著 如果他一個 你想像是變成一個 錶形大學 然後跟那些姐姐說 喂 這傢伙你怎麼玩 你想一下那個景象 不可能會 不過對著玩家不同 有一點而自說 你不會覺得 這傢伙究竟是進來 想查案還是什麼 就是你想查案的 然後說 我是來查案 但是呢 我是一點資料都沒有的 我是來查案 那OK了 故事裡面 真是偉大 我們偉大的同仁 一看來就看到 嗯 就馬上看中了這女兒 然後把她拭著照片 那沒辦法 他當然是視視的 在發圍裡面 這個比較表情一點 你要這麼說 在總觀整個 GGO的遊戲裡面 基本上 所有的角色 都是大叔 很正常 玩槍遊戲 那些 多數都是男人 你要明白 就是 你打機很多時候 你創造了一個角色 你都不會創造一個 不好好的角色 但是你看到這裡 基本上 GGO裡面 其實我們看到的大部分角色 其實樣子都是一個 流螺樣 你一看到就知道 你死硬了 流螺樣? 我又不太覺得 為什麼 不就是看上去 是一個盧維的角色 不會有名字的角色 武器普通 衣服也是普通 個人也是普通 然後 OK 她撞到絲奶之後 其實沒有原因 因為 不知道為什麼 不是有原因 她就說 這個遊戲應該很少女玩家 就找了絲奶 絲奶就教了她 很多不同的基本知識 基本操作 其實那個位置 你與其說是教同人 她只是純粹說 是告訴觀眾 在這個世界的運作是怎樣 但其實我覺得 她介紹完之後 其實對後備的劇情 是沒有什麼幫助 還有沒有了解 我覺得是 因為這樣的 我覺得這個對比 就好像 其實會說到 就是 諾赫威索 那一種的故事 諾赫威索 他每說一次設定的事情 其實那個設定 在遊戲裡面 是會有那個心儀 甚至她是一個限制 她是一個前設 或者是 她特意要說這個設定 是因為 她後面有些劇情 會用到這個設定 她才會說 但是如果 現在這個 就是SAO裡面 GGO裡面 你講了這個 槍械的設定 鍵的設定 好像對後面的劇情 沒有什麼大幫助 應該這樣說 我會說 就是 好像她剛才說 就是 這個短槍 長槍 暴槍 其實 習慣問題 首先這件事 如果你真的想 提出這件事 或者你想突出 就是GGO 很講完槍械的設定 你對槍械的知識 有多麼豐富 你要了解槍械的特性 而去運用那些特性 去戰勝對手 或者 譬如說 很簡單 前次我不太懂槍 但是假設 譬如說 長槍對於來福槍 是不利的 即是說一些 這些 他有說的 感覺上很像 甚至 這個位置 我會這樣說 如果這裏 如果這裏 譬如說 譬如說 補槍每秒 可以射幾多發子彈 距離 距離幾多 距離幾多 彈匣 可以有多少 彈匣 他有提 彈匣的彈匣 沒有提 他是要買彈匣 我不夠知道 用槍要買彈匣 有些槍 可能是自動 CD時間 不一定要換彈匣 那 你說這些 其實就是 我想要的數字 這個就等於 Lock Horizon 裡面 成為 用這個 經濟邊 他告訴你 多少秒 你知道這個秒 和秒之間的 其實會做出一個 空隙 你如果槍械 其實同樣 槍械老實說 就算我槍械知識 我不是很深 我也知道 其實很多 所謂的高手 其實我玩這些遊戲的高手 我自己也都遇過 他們是數你用多少子彈 還有你換彈那一刻 我想大家上去YouTube裡面 其實很多這些 FPS遊戲 其實說 射兩飛就馬上入彈匣 因為他不想被人數到子彈 其實是 因為入彈那個 reload 時間 其實是一個 最危險的時間 因為你那一刻 是不能夠做任何動作的 其實 還有那個 系統上的限制 因為你是基於你選擇了 那個動作 而他見到你 採取這個動作 他就知道 你兩秒半後 會做這件事 所以介紹 其實並不是介紹 那支槍 究竟 它是那間 甚麼甚麼製造的 其實這件事 是不重要的 這件事 在遊戲裡面 只不過是 反映一個角色 它是不是一個設定角 對普通玩家來說 就不重要 例如說 對一些 武器窄 那些 有熟悉的 才重要 老實說 我要顯示 同人的反應速度 冷靜 老實說 你不是斬子彈 對我來說 就是數子彈 我覺得這樣反而 還說 數著你用了多少 1 2 3 4 5 6 沒有了 但不合理 要那支暴槍 90法 你怎麼數啊 老實說 你斬子彈 你可以說 一連射的期間 你可以把所有子彈都斬 還有我數到子彈的話 我比較接受到 你數到子彈 比你斬了子彈 這樣 但我補充一點 他有一點 我覺得 你們說的 是對的 但 反過來 他有另外一些 其實如果大家留意 他1 1 0子彈篇 我只是在動畫 他有說過 我剛才撇除了劍 槍 他有兩個大類 我不計算追擊 那種 他有一種是 光線 和實彈 即是對人和對怪 但其實 很尷尬 我沒有見過他打怪 開頭打過 之後 整場是沒有打過怪 因為 整件事查我的主軸 其實就是對人戰 你打怪是出武器 但其實 你又沒有見過他去打武器 那裡又不是蝙蝠講得很多 其實不需要講 其實不需要講光線 就是 如果你說他介紹兵器的部分 他有些少少說這些 說光線 實彈 速度快 距離問題 彌補那些 但是 很表面 很多都沒有什麼用 很臥重 很臥重 那些設定 他唯一一件事有用 就是說到那把劍 沒有什麼用 但對人的傷害很大 不是他講的 他講的那個解釋 那把劍就是 這隻遊戲 大部份人都不知道 為什麼設計者 要把劍弄出來 因為劍在這個遊戲裡面 沒錯 傷害很大 但這隻遊戲裡面 基本上是賣不到新的 不是 那多數槍機裡面 都會發刀仔給你 讓你沒有自身化 但你不會把刀仔 是一個主武器 就是輔助性武器 不是一個副助力 這裏的設定 老實說 你如果有運用到 有人真的會用短刀 短劍去做這個 白兵戰的期間 副助 通常都是 就好像一個軍人 一埋到身 就用手槍 和用匕首 很簡單 譬如說他選擇 一拉爬 即是追擊槍 或是一個武器 他很多時候 都有把短劍來防身 可能妖貝 在你後面的時候 你沒有理由 還用一把拉爬 來對他 有短劍來輔助 或是能防止 但我們也看到 最後只有死槍 和同日 他們兩個 因為 我之前是劍士 我用劍是很合理的一件事 像之前 我是水牛工 有史巴拿 故然 進入遊戲裡 解釋規則 一大量 普普通通的劇情 我真的懶得說 發現 原來他不是女兒 有餓幾年 然後 一解釋一大堆劇情 裝了一些槍出來 讓人知道 自己是什麼武器 等等 那些 我覺得 沒有作用 沒有什麼作用 其實 你講述這個設定的時候 你不精細 老實說 我就算見到一個流羅 拿著支AK-47 那怎麼辦 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不知道AK-47的特點 他拿著AK-47 就說 那是AK-47 那可以怎樣 全槍一爆 我們知道他之後 你死定了 看你的樣子就知道 因為他沒有說到 這遊戲 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 裝備有什麼分別 能力值會分別 他沒有說到 通常都不會 你要明白就是 SAO的故事裡面 大部分的設定 都是要遷就同仁 所以就是說 無論你第一季裡面 進入AOO的時候 那個故事 他告訴你 就說 等級不是一切的 這裡告訴你 就說 能力是可以轉移的 你這裡不需要再練級了 然後說 玩一個Bonus遊戲 就有錢 就可以買到基本裝備 有基本裝備 然後告訴你 光劍其實是很強的 幾乎凌駕於這個遊戲裡面 任何的槍械 他的距離 他的缺點就是一個 距離短 即是說他的攻擊力方面 就是 我彌補了 總之你讓我買了身的話 你就嚇嚇了 是一大堆這些 你根本就知道 那個設定 只是為了理信 就是同仁 他可以發揮實力 他可以發揮實力 但是 還要發揮 他應該要 他有的長處的實力 老實說 如果你說差一點的話 簡單一點 其實都可以 阿斯亞如果介紹的時候 說光劍其實是沒有用的 光劍其實 他是一個輔助武器 他功力不是很強 其實都可以 你都一樣可以顯示 跟別人很強的 但我不明白為什麼他會說 光劍的破壞力其實很大 你這樣說這件事 就算跟別人有危險也好 就算跟別人有危險也好 把劍碰碰碰你 死了 不是 人家光收十六連盞 一下子 劍碰十幾把刀 即攻擊力 你也要 全大人 你也要埋上去才行 所以要做一個 怎樣埋上去的能力 其實埋上去很有趣的 他裡面有另一個角色 另一個被Dex Gun 殺的那個 有個什麼Pair Rider 跳來跳在橋上那個 其實我覺得他可以走那種方向 為什麼要拿把劍給我 砍砍砍砍砍砍砍 真是不太理解 很帥 你看到銅人被一堆槍掃射 抱著頭 縮著腳 不斷閃 還有發劍 不斷劈爛自己衝前去 你覺得誰比較帥 不是 我覺得這一篇 因為這一篇 其實只是看到一件事 銅人是一個 多麼糟糕的人 有關事 要問其他就說吧 老實說 我覺得死槍生氣 其實是有原因的 當第一次他見到死槍的時候 因為死槍見到他用劍技 原來他見到他 整身黑又好像銅人一樣 然後就問他 你ID是銅人的樣子 然後就問他 是不是銅人 然後突然間 突然間又有心理創傷 其實我之前 在SAO的世界裏 殺過人 殺過人 不過殺過人之後 選擇忘記這件事 暫時性失憶 對 就說我選擇性失憶 還沒說到 因為今季女主角有 精神創傷 所以要把精神創傷給自己 可以同性相卡 你老實說 你會發現一件事 同人的選擇性失憶是很厲害的 你要明白就是 他殺過人 動畫裡 我不算這件事 因為這件事 他自己硬說爆出來 其實我之前已經殺過兩個 但大家記不記得 第一季裡面 還有那個 李時珍中藥的劍士 他也是被他殺死了 李時珍中藥 李時珍中藥 這個人 是直接在殺人的回憶裡 他是一幕都沒有出過 你要明白就是 這個人的選擇 失憶的能力是很強的 不是 有出他的 不是 他說死槍片裡面 沒有 完全沒有這個回憶 還是 好像有的 沒有應該沒有 他特地做一段新的回憶 就是他們攻略 是Lavin Corvin 那段死的 但好像有出SAO的契弟 也有 因為斯珍本身 自己也有心理的 因為他殺過人 他真的殺 他現實殺過人 不是好像有馬說 有些事情是背景相同的 才可以埋身 因為斯珍本身就覺得 為什麼他見到那個人之後 那個人這麼害怕 你要明白就是 一個強勢的男人突然之間 有看著看著他就知道 一個強勢的男人突然間 因為他奈弱的一面 是很能夠令這個女性 受到感動 那天情長是醜 鬼見獸 同人作為一個Gamer 我相信他可能會玩Galoo Game 那樣的能力應該都不會低得到哪裏 不是說不定他師父是神大人 不是他師父可能是耳子柴 那這裏的故事 其實同人就說 好像認識這個人 但他是誰 我又真的不太記得 那時候我忘了問他的名字 他是沒有想過問 因為其實對他來說 就是 死槍這個人 在SAO裡面 其實他只是擦身二個 他最後就是說 被人捉住 就是他 微笑棺材的成員 被捉住的時候 在他身邊擦身二個 說了一句說話 說了一句說話 老實說 正常人的確是不會記得的 等同於 有個囚犯被人捉住 然後看著官差 跟他說 你欣賞你 你也未必會記得他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位置是情有可原的 你不記得 但是 你如果這樣不記得的話 理論上你應該是這輩子都不記得 不是 應該是去到後面都不會記得 但他突然後面又說 你是誰 又想出來 我覺得很惹 那些叫深層記憶 因為這樣說 實際上 在同仁在SAO裡 聯合所有高端玩家 對PK工會的這一戰裡 同仁和他沒有什麼交手 純粹看過資料說 微笑棺材裡 有勢以劍的高手 有這些成員 你除非一開始表現到 同仁的記憶力真的很強 他是過目不忘 過目不忘得來 但我又會斷面 所以就算不到子彈 記憶力是會有缺失的 但突然之間他會有責性缺失 突然之間他又會記得 這件事是很匪夷所思 你怎會突然之間 一個你是完全 你是不在意的人 突然之間 你會記得 我是完全不在意的人 我看完他的資料就算了 看一看而已 然後你突然之間 你會回答 記得 是有點而 有點而 超展開 不是同仁的記憶 是選擇性 他有你的時候 才會拿出來用 如果不是他就會用鎖匙鎖住 電腦技術你不用呢 就是收拾技術 壓縮他 你用的時候 會解釋給你用 沒有什麼 故事裡面最主要就是 環繞在這個 這個 所謂的世界大賽裡面 是一個混戰 所有的配合 就會傳送到一個空間裡面 然後就去這個混戰 死剩最後那個 就贏了 沒有什麼很正常的PK戰 當然 他有一個挺有趣的設定 正常來說 這些所謂的PK戰 這一場大戰 其實對CLA是極度不利的 我頂你個肺 你每15分鐘就告訴我 有個衛星經過 然後Sniper的位置 就揚了 那怎麼Sniper 然後他說 那你只是玩我 不是的 他Sniper的時候 即是他掃描的時候 即是會掃描一次的時候 他又說 有些方法可以 迴避這個Sniper 但他又不是說得很清楚 說得很複雜 你明白就是 如果這個方法 是說 這班世界高手 其實已經有很多方法 其實迴避這件事 這個其實 有等於沒有 那我也OK 但是你知道就是 全世界都覺得沒什麼所謂 大家都看到的 很多人 在這一場大戰裡面 他們不是穩埋身之主 他們全部都是什麼 在沙塵滾的平地裡面 一步一步走 然後就說 你射我 即是如果我們師奶 一開場 找個山洞 即是避開衛星的 躲起來 其實他們不知道 他們只不過是 在測試的途中 但其實 這個衛星有什麼用呢 其實是慎防一件事 因為戰場太大了 就怕你們什麼呢 拖波 撞 喂 打了20個小時 打了20天 Sniper都還不動 你說吧 我們Sniper當然不會出來 躲起來 我覺得這個是Sniper的常識 Sniper的常識就是 每個地圖的奇奇怪怪的位置都了解 然後可以長期躺在這裡等你出來 就是因為官方想迴避這件事 即是不想戰爭的激烈程度降低的時候 他就會限制這件事 可能是這樣才會有Scanner 如果是這樣的話 簡單一點 你弄一幅小的地圖 那我不行 對Sniper不是很不利嗎 小的東西出來 但是那個轉型 我不會 市情優勢沒有的 老實說不會 地圖小的 因為現在地圖根本上 走到什麼 走到什麼 你如果純粹是在城市裡 或者是有些人有些裝備 可以做到scan的功能 其實已經足夠了 你為什麼要給官方的scanner 去scan那個Sniper出來 你是不是有問題 好像Wingbo 6那種 自己帶個黑bit sensor 即是很簡單 你當驚爆人是這樣的 他都有個scanner 自己的scanner 即是你用scanner的同時 就會令到你自己的位置 都會被人曝光 老實說 我覺得這件事合理 因為你是要找出隱藏周邊的人 同時就是這個這麼方便的技能 就令到你有這個負面的危機 但你現在不是 老實說 打近戰那些 我覺得是很開心 Sniper 有用的嗎 誰比較近 這個設定 我覺得其實是愚蠢 當然你說 在裡面見到死槍 不逃殺其他玩家 秒殺其他玩家 當然 同仁和司大 他們組成這個所謂的戰線 其實是搞笑 剛才也說到一件事 這個世界大賽是直播的 如果直播的話 你會看到 這兩條混蛋 別人是一個光明正大者 我覺得你會有人去信營運 有沒有搞錯這個槍金 為何其他人拿劍砍人 你已經明白 其實你做到 他想像現實一樣 說 我和你熟了 大家確保 大家拿到一定名次 我們先組隊 你說 如果其他人都有這樣做的話 我還是只有他們兩個這樣做 其他的死蠢 你也想不到 覺得自己很厲害 不是 知道的人 看電視也知道 但在遊戲裡玩的人 沒有看電視也不知道 那可以 死槍那裡 那裡也是很厲害的 突然間崩出了 我們在未開始比賽之前 就有一個突然間可以坐車 坐車說 坐車很難的 然後有騎馬 又什麼都有 老實說 這遊戲裡面究竟有什麼是沒有的 你不如先告訴我 像GDA這樣搞到 其實劍技那裡 有點搞笑的一個地方 就是 他裡面有劍技嗎 但是 和死槍決戰的時候 大家是用劍的 同仁和死槍 死槍也是用劍的 你還會覺得 其實同仁很差 哈哈哈 他可以避到光束 但避不到劍 不是他可以避到子彈 但避不到劍 他光束避得到的 你知道第一次贏錢 為什麼要光束 不是 如果 同仁在避子彈的時候 他近身避的話 而他近身避不到劍 這件事正常 因為彈的初速是很慢的 他是因為這樣而看到 但是 大家都知道 同仁永遠都是在 幾下 幾下距離 然後 那種子彈已經達到最高速度的時候 他可以避開他 但是你避不到劍 不是 他可能有個 不知道 石機靠有個輔導線 輔助線 不是 那些預測線 一開始講了 不是 你明白 開頭他示範的時候 他贏錢有個遊戲 開頭石彈預測線用的 有沒有問題 最後賣步的時候 是光束 光束沒有預測線 他都可以避開 譬如同仁 石彈都可以避開 應該是 如果你這樣的話 作為一個有準備動作的劍技來講 是沒有理由看不到的 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只能夠就是 他想創造危機給同仁 還有 要發現一件事就是 這個茅長 在SAO和AAO的時候 對同仁的輔助是很大的 同仁深深地說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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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槍機 我都說 跟司乃那個故事 其實就是 司乃因為他有這個 心理陰影 心理創傷 而心理創傷 去評估他 就是 我殺他人 然後同仁說 這麼巧 我也殺了他人 不是 他那個也不是真正 不是 SAO裡面浪費人 就真的浪費人 OK 難得上 但事情很荒謬 但他真正解開心結 不是跟人有相同的遭遇 而是後來的事情 不是 重點是甚麼呢 你要跟人說 你有那個創傷 你的創傷是因為 你不是心理上 你知道那個創傷 譬如說 你的創傷可能是 你考試不合格的 你考試不合格 那創傷是在於 你收到的份卷 全部都交叉 不是說你電腦出了 多個分審 就是零那一刻叫創傷 就是正常 他整個創傷是說 他看到那堆血 手震 那種火藥 整體而組合出來 那個影像 而不是就是 你斬了那個人 然後他又包紅了 沒有血 然後變了一堆光的碎片 這樣 那就糟糕了 你每個打機的人 打PAD也有創傷 這樣搞法 在山洞那段 你會覺得是 嘩 當然是精彩 然後師奶就問 我殺了人 然後同學說 剛好我都死了 他一定要這樣說 他溝通一定要這樣說 然後師奶就看著他 那你怎麼克服 然後同學說 其實我選擇成忘記了這件事 現在又見到這個人 我不得不面對這傢伙 因為這傢伙現在是為了殺我而來 那我沒可能不面對他 然後師奶就說 咦 你不怕的嗎 然後同學說 我怕的 沒有辦法 都殺到身 嘩 這個心理導致也好 做完這件事 然後說 原來正面面對 就可以克服這個恐懼 然後我說 你 這段對話裡面 其實 他裡面的內容 是完全沒有營養的 這個應該是二十分題目 真的出在事件上 究竟 他克服了什麼 說過也可以 正面面對 一片光明 沒有意觀 然後你要明白 師奶說 原來是這樣的 那我不再逃避了 然後他說 如果這樣的話 其實你會死的 他說 他的心理因是因為他殺人 他的心理因不是被殺 被殺不會有心理陰影 就是說 他如果在銀行搶劫事件裡面 他差一點被殺 然後跟著他殺了人 所以他對死亡有一個恐慨 那OK 你這樣說 或者被窗口對著會很害怕 他現在被窗口對著是很害怕 但是他對窗口對著很害怕的 就是因為他用槍射死那個人 但是最大問題是他拿著槍 被人家用槍指著他 就更害怕 那當然你說 同仁壽在死槍的 決戰的途中 哇 終於姓 原來你叫 你叫 你叫這位 人兄啊 赤眼 不知道什麼 然後跟著 知道他是誰 知道他的名字 然後就好像 那個人就說 唉 那個網路英雄終於站在壞面了 不是 我正在想 他要個名字 他這麼辛苦找個名字出來 到底要做什麼 沒有意思 其實 他是不是有些什麼 他意思是說抓到你 言靈之術那些東西 找到個名字就贏了 還是他收拾了死亡筆記 寫下他的名字就贏了 你要明白 就是他整個事件裡面 當他發現了有死槍這個人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解決方法 我不玩了 接著 打給公務員 我說 那個人在這裡 真的 你自己查吧 神經病 錢你就要照給 我找到他 喂 我在裡面打死他也是沒用的 他是不會真的死的 以這件事件 其實最終目的就是 究竟有沒有死槍這個人 而找到死槍這個人 然後他們根本一直在懷疑 究竟死槍是否真的 可以是用虛擬那把槍 令到就是現實的玩家死亡 但是在這場戰鬥裡面 是一直沒有approve過這件事的 他們只是告訴你 死槍他可能有這樣的能力 但是沒有驗證過 然後說 總之不要被那把槍射中 被那把槍射中 就有機會會死 然後推演到 就跟偉大的推演 說 其實下槍目標就是施賴你 然後跟著就說 現在就有人把槍對著你的頭 你幫不幫我 其實他有說過 剛才不是說死了什麼 Pair Rider 他說他有什麼 十字勝號 那些就是用來 教時間網錶的東西 之前也說過 不知道為什麼 打機要網錶這個問題 其實他說 對時間 讓現實的partner 就是兩件事做同步 達到這個目標 所以他的說法就是 如果他追著你 追著師奶 應該他的partner 應該已經在你家裡了 所以 這個只有一個可能性 但是死了一個 就是師奶不是同仁 不是 只有一個可能性 同仁是同黨才會知道 他只是猜 他只是猜 同仁猜 同仁猜 沒所謂 你這個位 剛才就是我們那段 很深情的對白 你如何克服這個死亡 然後說完一大件事 他說 不用怕 其實 有傢伙現在指著你 你冷靜一點 這件事是可以被解決的 這件事是 你只要冷靜 你不要斷線 你一斷線的話 你就會被他發現 他就一槍射死你了 然後突然很冷靜 就說 行了我平服了 沒事了 繼續 然後我們應該怎樣做 跟人說完一大件事之後 其實 當然他的解釋就是 如果不讓槍射中 理論上 他因為 不配合那個 他就不會殺你的 就是 邏輯上是成立的 但其實是很bullshit的 首先 他要假定 他那個 是成立的 另外就是說 死槍這個組合 是有一個極度強迫性的 犯罪罪行 問題是 大家都知道 開了底牌 那個是他弟弟 就是 最後他就知道 那個人也有點疏 你看到 就算他哥哥衰了之後 他等完之後 他也有 他照樣殺人 不是金田一 其實有件事 之前那兩件事 就是他哥哥做的 他哥哥可能有這種強迫症 但他不知道他弟弟有沒有 他們不知道 因為他們說 有兩個死槍 一個就是現實作為 一個就是虛擬 一個就是虛擬 強迫要做同樣的審法 他對同仁來說 就是這個組合的機制 應該一直都是這樣的 就是說 應該有人負責 現實有人負責 在網路上 操控死槍這個角色 當然你說 有漏洞的 剛才阿姨那裡說 會不會他們定時會 調轉的 但對他來說 這個犯罪模式 理論上 應該會繼續成立 因為他們要在電視螢幕上 看著他的開率 是概率高 不代表一切 但你只能夠這樣說 推理的東西 一向都不是一個完全 100%準的東西 還有最重要的東西 就是什麼呢 他現在不是 on schedule 去 run 這個殺人program 即是他不是 頭兩個 你一開始看那部影片 大家最適合時間 我很安全 你很安全 你在現實補他 我在現實補他 在遊戲的大堂上 對著電視射他 他現在不是 遊戲中的那個人 已經在抽 被人迫 那他們還可不可以 照做回他們平時的一種 你不可以用他正常 很安全 很on schedule 很wonder 很smooth 那種殺人手法 用在他被人迫到他絕境 那樣照 apply 整件事是拿來講的 當然你說這件事件 最後就是 成功擊倒了死槍之後 然後同情了一個超快的速度 就趕到私奶家裡 這個不是上季 上季最後那裡 也是衝回到阿斯拉 不過是 總之 很高速 你不要管 你不要管多高速 去到之後 然後 一輪糾纏之後 最終就成功 請教了私奶 其實這一段裡面 應該說 這個GGO的故事 說了一件事就是 其實 我最有興趣知道 其實同人在SAO的世界裡 結合了多少仇 好老實說 那場這樣的殲滅 SAO裡面的殲滅者 不是只有同人一個殺人 是有全世界的人殺人 但是 很顯然 微笑棺材的人 是很focus 那他最出名 不是 肯定不是 其實只有一個原因 如果你說這個解讀就是 他主角 因為他終結了SAO這個世界 他們在SAO裡面殺人 沒有人殺得很開心 你現在回到現實 我又不能殺人 是不是這樣 不知道 但是你要看到 就是那個人被抓的時候 最後帶了一句 message 叫公務員帶給同仁 他就說 你欣絕來 然後 我只是在SAO裡面 醉了那個 他沒有這麼說 那他有 你也看到就是這裡 究竟同仁 究竟同仁犯了什麼大罪 當然 在他偉大的選擇性 生意識情況之下 我們是不知道 他究竟在SAO裡面 他究竟犯了幾大的罪行 不是 十六點 你只知道 百百十點的話 旁邊的人會點望著你 大哥 我們很辛苦 可能是十六點五 十三點五 雜雜也有點五 對 我跟你的組隊朋友 沒有實際 你們兩個在霍閃光 我都恨你 所以你看到這件事 其實就是 得出了一件事 就是 村元就告訴你 SAO有很多的故事未寫 你也看到 在坊間裡面 很多的短篇 都是描述 正在描述SAO的故事 AO或者GGO的故事 其實是沒有什麼 後續的故事 其實SAO裡面 其實是有大量的黑歷史 其實SAO的故事會比較容易寫 即是它有系統設定 等等 但其實你看到AO的設定 或者GGO的設定 其實都說得很不足 或者這樣說 因為那個才是真正危機 說它們進入了異世界 叫做 它們回不出來 有那個 真的死了 死亡的危機 真的死了 這件事 不過人被殺會死 這件事 其實在現實和什麼都一樣 可以做 一定定論 因為SAO真的有用心去寫 設定西 美國社群有什麼問題 他真的有用心去寫 後面他只是因為 就劇情就寫出來 有什麼 當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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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比較 當有吧 這一節時間到這裡 下一節我們又說 聖劍編和絕劍編